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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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这两个 我们来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赠送朋友已购买的贴图给赠送朋友 他是把功能取消了 还有说说 你如果之前要送这些贴图给朋友的话 你需要买他一个代币 他会把这功能关掉了 例如说你可以看到图片上 你现在如果要买代币的功能 他就会说 你现在是iOS上面是不能买的 只有Android可以吗 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说很抱歉 现在没有办法向您提供在送礼的服务了 可是我们来看看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原本说这个贴图 如果说我今天我像LINE 我下载了一个贴图 我购买了 钱是不是通通会给LINE 不是喔 对不对 基本上他Apple在做分润的部分 其实是有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可能是你在购买App的时候 他可能会抽的一些费用 那另外一种可能是InApp里面的购买 就是在App里面 你可能去买点数 或者是在里面买一些功能 那你去开这些功能 他在收的费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也有可能是他怕 因为他现在越来越做越大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可能误买的情况 或者是说可能也有分顺不均之後 可能他就是警告他 就可能要把这功能关起来 对 因为的确有可能说 以前你只要每一次购买嘛 我们可能就可以猜账 但现在你已经买完了 你要送给别人了 那这个管道好像Revenue就不知道 跑去哪里了 但问题是说其实呢 苹果他这样子做 受到了很多影响的 赖的用户该怎么办呢 现在两位都是赖的用户嘛 对不对 虽然说呢一个老猫是用Android系统 好那你进来看一看 苹果这样做 我们两位达人先来看看 暂需牌好不好 这样做会不会有点太阿拔呢 就会觉得不是很妥当 我们来个虚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两方的想法都是 老猫为什么 基本上我目前虽然是 还没有用到这些功能 只是想说 如果有功能的话其实会比较好 因为可以留着日后可能 万一哪天需要送你的时候 可以用得到 哪天吃很开的时候对不对 但是其实现在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说 像苹果他这个策略 背后的逻辑 会不会就是想要挡住财路呢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 还是有他的想法在 因为毕竟说 除了在贩卖中一些 金币他们代币的方式 其实除了LINE之外 在其他软体上也是都有存在的 那只是说这次可能先对LINE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 有一些 毕竟他树大招风 对不对 所以说LINE之后 他现在也要慢慢的越做越大 甚至也是要看 像这个社群的龙头 Facebook来看齐了 所以之后呢 会不会有先把它抗衡一下 这恐怕很难讲 但是先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两位达人 老猫身上几张信用卡 我基本上没有用信用卡 我是用Visa金融卡 哦 我知道是那种Debit卡 那常委哥就是黑卡 不用讲对不对 一张抵十张 两张信用卡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其实我们的一个人身上 其实说信用卡之外 很多悠悠卡 而且有的没的 那现在其实NFC的手机 越来越多了 因此现在呢 包括了中华电信 包括了国泰世华的员工呢 现在可以先是用NFC的这个电子钱包 用在这个手机里头了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NFC之前就有提过 但是老猫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呢 进场感应通讯的原理是什么 好 其实NFC的话 其实它就跟蓝牙 跟Wi-Fi 是Yantas这个通信的 名称通信的写定而已 它不代表说 它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功能 是 就像说我们这次说 金融卡信用卡的交易 只是它的其中一个的应用而已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到说 它有三种主要的一个功能应用 第一种是说 它有读取跟写入的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底下等于是说 我的 假设我的NFC是我在手机 我以手机上来讲好了 那我可能说我的手机这个时候 就只是一个读卡器的功能 那 我那个 NFC的一个 晶片 我可能放在我的 售票的海报 或是放在墙上 那使用者只要用我们的手机去刷一下 就可以知道说 哦 那个晶片铝合资讯 对它就照里面的一个资料 那第二种的晶片卡的一个模式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信用卡的模式 等于说我现在去不管是便利商店 或者是一些商圈的店家 那我在付信用卡的时候 可能拿手机过去逼一下 就像用用卡 就像现在对那小额的优卡那样子 逼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 因为优优卡其实 我们目前的技術是RFID 那其实算是NFC的浅身 那之后如果说用手机来做这块 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 好 不过现在目前来看到 一些NFC的大量的应用 还是比较像是在点对点啦 两个手机要是都有NFC的话 我们传照片啦 传影音就会非常的快速 直播来问一下 像常伟哥你自己本身 两张信用卡吗 如果这个功能推出了 对你来讲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会吸引到吗 它目前只是在小额付费啦 那所以说目前来讲可能 短时间可能还不会有 受到太大的影响 因为你一花都三千块以上 对不对 是没有啦只是说 因为它还是比较适合在 就是小额付费 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 那我就只要把手机 靠过去感应一下 那我出去 我就不需要再带我的 像皮包之类的 那可能会对我来讲 会减轻一点负担 对啊而且像有时候女生 可能一张卡办了很多 但现在统合在一起了 或许就来了一点 方便许多了 不过说真的 现在台湾人 可是非常的义愤填膺 就是因为在礼拜四的时候 菲律宾在海上 发生了叠血事件 这场外交之战呢 先不管我国的政府 官方态度如何 至少乡民们 是已经开始群起抗争了 现在我们在键盘后面 赶快发动战争 而且炮火是对向 菲律宾的一些官方的组织 只不过现在 对方也是打回来了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发现的 总统组 还有那些外交部网站 是通通瘫痪的 但是先来讲一下 常伟哥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当駭客 自己没有 自己没有 那你怎么看这个 我有帮人家去开一下 那个网站 但我开的时间很短 开的时间很短 那老猫自己 你的身边应该很多朋友 就是这些背后的高人吧 对不对 其实还好 对不对 讲出来 你就走不出去摄影棚 帮你先叫车 但其实我们知道说 像这样子 去做一些攻击 他攻击的话 他有些比较不雅的文字 我们先不去管他 可以发现到 在菲律宾的网站上头 就是有些 已经被死当的 要告诉你 警告了 这些都是已经被攻击的 这些网页 那点去看到 可能就已经变成一个死当的状态 这些都已经是 被这个叫做 ATOM的机构所害进去了 但现在可以先来关心一下 老猫 如果说今天 我方去害了菲律宾的网站 去瘫痪 会对他们的网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在网路供应有很多种方式 那其实在这波的事件里面 其实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先瘫痪对方的网路而已 因为其实这个功能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 其实都非常容易的方式 就是你开网页 我开网页 大家都开网页一起瘫痪他的网路 可是问题是你要大家都一起做到 好像还是蛮困难的 你要号召这么多的网友 然后坐在电脑后面 然后一起同间开一个网站 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 它目前就是说 它是先用Togo也是透过PPT 千万的箱民来帮忙 等于说它在有制作一个网页 然后在网页 iFriend其他的网页 等于说你可能开一次网页 其实你在背地已经开了十几个 二十几个 这个是说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这个人 比方说像我根本没有这种 駭客这样子的经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駭 但现在它有一个非常简易的程式 我一点下去 它马上就帮我自动带了好几个网页 进来去帮忙瘫痪 只不过这个有个特别的名词 老猫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名词 我们会有一个是DDLOS 它就是翻诞式阻断服务攻击 那其实如果说有在学校的话 其实可能看计算中心 或者是一些网管的话 厂厂会有这个名词出现 因为可能大家如果中病毒的话 可能会因为是这个攻击 那其实这个攻击很简单讲 就是说我在 假设我要攻击这个网站 我可能利用网路上其他很多台 上把台上千台上万台电脑 同时连线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它的主机的资源 以及它的网路的频宽 让它耗尽 达到对方这个网路瘫痪的效果 不过孙伸队我们来看到 好对方的网站瘫痪了 但是背后还要带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些 很重要的这些网页 它没有办法work了对不对 但现在其实在网路上面 包括在PEP上面 大家有很多的各种瘫痪的方式 因此我们常委哥 不过请大家讲一下 不是叫你来做坏事 因为其实坦白讲 现在老猫 听说已经有高人介入了对不对 对 怎么说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 像我们我刚刚讲 是说你只是开个网页 里面有内心的很多个网站 那其实用这样 达到一个人开个网页 可以开很多网站的效果 那这些都只是我们一般 可能比较不熟电脑的人 可以做到的方式 但高级的駭客他可以怎么做 现在目前的话是直接取代 把他们的DNS Server给 找出他的帐号密码 甚至那些官方网站的帐号密码 也都出现了 那等于是到了最龙头 我找出的那个龙头 然后就把它给干掉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目前的开战 有三个版本 那我们来常委哥 来看一下首发版 首发版 就是当天事件发生以后 然后大家就是在PT上面 就很生气 所以就有一个人 就是说弄一个首发版 然后他其实最简单 就是他就是像刚才 老猫说的 他在一个网页里面 开了加了很多 你会去很多不同的政府 菲律宾的政府网站 所以你开一个网站 等于是他会一直去 帮你重新重整 那结果他就在PT上面发 就很多人就 哇 十万消民十万 大家就很生气嘛 他就十万个人去开 他网站可能 就没办法承受 这么大的负荷量 可是我不懂啊 那为什么 透过PT透过网络 这我了解 可是为什么Dropbox版 他可以做得到吗 其实他透过PT 他只是去收集人 那可是 去号召嘛 可是发现我自己 要去做这件事情 发现我家里的流量 很不够 就是我自己的电脑 可能跑不够快 他就跑去用一个Dropbox版 就是他利用Dropbox 做一个跳板 因为Dropbox 可能在各地 都有一些Server 所以他就会做一些 跳板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 他就更进阶了 不但是攻击 这些政府网站 你还可以自己 把一些小网站加进去 他就会随机去 Low一些 就是菲律宾网站 然后只要有开的人 就进去攻击 所以说到最后 其实被攻击的对象 不一定是官方的 搞不好有人 躺着也中枪 但反过来讲 现在菲律宾他们的网民 也在攻击台湾 那会不会 常伟哥 要是你自己的网站 会不会被打到 其实我自己的网站 好像就有一点点怪怪的 但是 树大招风嘛 对不对 尤其是最近 你如果是用一些 open source的 来架的网站 其实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们的后台 都是用统一的网址 所以他只要知道 你是台湾的 然后又是利用 这样的网址 他就开始去慢慢的掃 如果掃到你 刚好你的open source 又有漏洞 那你就中枪 所以现在怎么办 现在如果说你是网管 你是版主的话 每天都要去锁死 安全的机制 那当然还是呼吁大家 目前官方 还有外交手段 已经开始在进行了 所以这样子破坏 网路资源的法律 是少做比较好 但是来看到 其实各国高手都很多 在台湾有高手 菲律宾也有高手 如果世界各地的 一些创意的人 都聚合在一起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现在在台湾 就要举办一个 Maker Fair 里头来讲是什么故事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介绍